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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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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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大王可借口王后病重 请太子身回国看望 韩王 韩王若不肯放人 大王不能放走卫国太子 那是什么理由 大王 卫国太子是人质 无需要什么理由 直接回绝他就是了 不 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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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再得罪卫国 大王 臣有一计 既可不得罪卫国 又可将卫国的太子留下 快将卫国太子留下 太子 还行 听口气 太子好像不太买 不是 那为什么太子心不在焉 卓大夫 不瞒您说 母后病重在身 为儿不能回国看望母后 却在这千里之外醉酒当歌 世人会说我不忠不孝 太子殿下到韩国来做人质 为韩两国才化敌为友 这是大忠 太子是为了国家而不能看望母后 这是大孝 怎么能说是不忠不孝 一个人一生中可以有许多妻子 但是母亲只有一个 若是这次母后疑病不起 为儿如何对得起母后的养育之恩 左大夫 请你帮我在韩王面前多说一些好话 放我回去吧 以尽为儿的孝心好吗 说服大王很难啊 韩王不让我走 我就偷偷地走 兵舍四周全是韩国的士兵 你怎么走 你先收下美女 元帅自有妙计 我无法强承笑容 无法装也得装 这不但是为了你自己 也是为了为国呀 殿下 这几个怎么样 比昨天那几个漂亮多了 只是不知道这五五怎么样 哦 可以 在跟他一样 呢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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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也不可以 我看你 在美人的集团 是 怎么样啊 好好 真是太好了 如果太子喜欢 就留在冰蛇响音吧 这 这 这些女人实在是太美人了 我无法说不 来来来 喝酒 太子请 太子 给我出去 太子殿下 你不喜欢贱妾 不喜欢快出去 太子殿下 贱妾 你再不出去 我就杀了你 出去 你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姑娘 给赶走了 我受不了 韩国人如此肮脏的伎俩 受不了也得受啊 如果你不能回去 看望重病在身的母亲 你是什么心情 如果你还有一点人心 你就无法强装笑容 与美女为伴 更何况 这送美女的人 本来就是用心不良 太子殿下 不要激动 我不能不激动啊 这大庭广众之前 你让我假装笑脸 饮酒观五 可以 对这男女够合之事 又是岂能装出来的 我装不了 太子殿下 王后根本就没病 没病 那你为何要说有病啊 不说有病 就没有借口让你回去 你应该早些告诉我 免得让我这么着急 太子如果不着急 韩国人就会怀疑 王后的病是假的 元帅的下一季 也就无法让韩国人相信了 我可以装出 很着急的样子 太子为人坦诚 一向不会伪装 元帅担心你装得不像 这庞元帅的担心 也是多余的吧 我看不是多余 我让太子强装笑容 对待美女 太子装得不像啊 谁说不像 睡女人都睡不像 那还能叫男人吗 太子有何吩咐 你立即去把那个美女叫来 让她陪我过夜 是 太子殿下 这几天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 女人呢 好 真是太好了 我从来没见过 这么美妙的美女啊 殿下 如果对这几个女人腻了 我可以给你换呢 不不不 不会腻 她们的美妙之处 怎么说呢 可以说是 妙不可言 今生不腻 左大佛 我可以带她们出去玩吗 当然可以 她们都是你的女人嘛 太好了 整天待在兵舍里 把她们闷坏了 左大佛 我这就去告诉她们 好 好 太子 等一等 什么事 回国的事 回国的事 你们谈 谈成了我就走 谈不成我也没办法 好啊 那个魏国施转呢 微臣正在想办法 赶快想办法打发他回去 免得在此 干扰魏国的太子啊 是 左大佛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一点小意思 送给赵大夫路上用的 你这是想赶我走 绝无此意 我只是担心 赵大夫出示韩国 迟迟不归 魏王会怀疑赵大夫背叛魏国 投奔韩国 这样对两国的友好 多有不利 就是对赵大夫的家人 也非常有害的嘛 我对寡君忠心耿耿 寡君不会怀疑我的 这很难说呀 魏王生性好疑 赵大夫又曾是赵国人 如果有人借此散布流言 魏王就会怀疑你 就像当年怀疑孙殿一样啊 你这是威胁我 我这是为你好 你就是在韩国再住下去 太子深也不会回去的 何况现在他已经不再替回火一事了 这都是因为你们送他美女 你们韩国人也太卑鄙了 赵大夫不要生气 这怎么能怪我们呢 如果太子深不好色 别说送美女 就是送天仙 他也不会动心的 赵大夫还是回去吧 回去以后 可以把责任推到太子深身上 魏王宠爱太子 也就会不了了之了 左大夫 这是你早就不好的陷阱 让我跳啊 这不是陷阱 是生存之路啊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好 赵大夫乃是实物者 左大夫 别再讥讽我了 我已经够窝囊的了 不过 这点黄金打发我走 是不是太便宜了 左大夫 这礼物是不是太重了 这就看怎么说了 如果赵大夫回去 不提韩王不放太子 只说太子迷恋美色 那么这点礼物 就不是太重了 而是太轻了 好 我就这么说 元帅 韩国人不知事迹 还送我这些珠宝 贿赂我 你干得很漂亮 赵大夫 这些珠宝 既然是韩国人送给你的 你就拿回去吧 我为元帅做事 不敢私自收取贿赂 算我奖赏你的 谢谢元帅 谢谢元帅 黄彤 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叔父放心 我一定干得更漂亮 太子 太子殿下 又要多喝一尊酒了 这可是第八尊了 八尊酒算什么 我这是有意让着他们的 你可别说让 你倒是抓住一次让我们看看也好嘛 太子 我在这呢 好 我这一次啊 我不仅要抓一个 我还要抓两个呢 太子 太子 你摔疼了没有啊 太子 你伤得不轻吧 都怪你 摔坏了太子 我们怎么向大王交代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又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大王就可以原谅我们了吗 真是的 就怪你 那怎么办呢 是啊 怎么办呢 我有办法 太子 你有什么办法 我有办法 这次我不但抓了一个 我还抓了两个 太子 你坏你坏 这不算你骗人 这怎么不算骗人呢 这叫一技取胜 一技取胜 你看 太子 庞将军来了 他来干什么 你们出去吧 是 走吧 太子殿下 我也告辞了 不不不 你留下 说吧 庞将军来干什么 庞将军说 他是奉大王之命而来 若太子殿下再不回国 他就杀了太子殿下 左大夫 这可怎么办呢 太子殿下是未来的君王 庞聪 他不敢杀你 谁说我不敢 太子殿下沉溺于美色 不肯回国 看望病重的王后 大逆不道 大王非常气愤 大王命我前来催促太子殿下回国 殿下若再不回国 我只好带太子的人头回去 殿下 这是大王的简令 请过目 庞将军 大王大王 你不能杀我 不杀你可以 你必须跟我回国 左大夫 你帮帮我吧 你求求韩王 让我回去吧 太子殿下 是你自己不愿意回去啊 现在想回去了 左大夫 你一定要帮我 我不能死 我也不想死 殿下 几乎已经错过 现在你就是再提回国一事 寡君也不会答应他 太子殿下 大丈夫敢做敢当 没有必要在韩国人面前 卑躬曲解 左大夫 你是真的不肯帮我 太子殿下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我现在才知道 你是有意让我死 殿下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一开始用美女迷惑我 是我背上不忠不孝之名 现在大王要处死我 你却撒手不管 你这不是有意让我死 是什么 太子殿下 不要怪别人迷惑你 只怪你自己忘了笑的 不知道 左大夫 请你后退几步 别让鲜血溅到你身上 太子殿下 臣无礼了 庞将军 您不能杀他 我们卫国的事 你们韩国人少插手 庞将军 我一定说服寡君 让太子殿下回去 大王 庞聪他是吓唬我们 太子殿是魏王最宠爱的儿子 他怎么会杀害他 大王可以不理睬庞聪 庞聪不是吓唬我们 如果不是我拦住他 太子殿早就没命了 他们是串通好了 有一眼给你看的 庞聪突然而至 他们根本来不及串通 庞聪没来之前 他们就串通好了 你有何证据啊 这种阴谋一眼就能看穿 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 因为你没有证据 所以你才这样说吗 好了好了 别争了 司马大夫 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大王 臣担心的不是魏王要杀太子申 而是庞娟要杀太子申 如果庞聪真的杀了太子申 再嫁祸于大王 那么大王不但失去了制约魏国的人质 而且还会给魏国人禁犯我国 留下一个借口 嗯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大王如果是这样 就该把庞聪抓起来 庞聪是魏国使者 你让寡人抓使者 岂不让寡人失心于天下诸侯 司马大夫 你有什么好主意 大王可表面上不理睬他 暗中派人监视他 他要不杀太子申便罢 如果他真的杀了太子申 大王便以刺杀太子的罪名 当场把他抓获 然后把他送给魏王 那他要是真的执行魏王之命呢 大王可故作不知 保护人质是韩国的职责 魏王无话可说 好 司马大夫 这事你去安排 大王 此事一直是左大夫负责 还是左大夫安排为好 左大夫 这次不许出任何差错 是 左大夫 韩王还没有答应吗 没有 这可怎么办呢 庞聪他会杀我的 殿下放心 保护人质是我们韩国的责任 我们不会让他杀你 左大夫 你可要帮我 太子殿下 两天过去了 该走了吧 庞将军 左大夫未能说服韩王 你能不能再等几天呢 我可以等 但大王不容许我等 这里没有你们韩国人的事 出去 庞将军 你错了 太子殿下是我们韩国的人质 你要杀人质 我们不能不管 我不是杀人质 我杀的是不忠不孝的叛逆 都一样 为了保护人质 我们对不起你了 把他抓起来 你们敢抓我 我现在就让他死 左大夫 快些救命 救命 庞将军 你要杀了太子身 你也活不了 快放开太子 哼 我要放了太子 就是违抗军命 回去必死无疑 如其回去被大王处死 还不如在此轰轰烈烈的死 死在你们手里 我不但可以扬名天下 还可以为我叔父攻打韩国 找到借口 然后他会让你们整个韩国 为我殉葬 左大夫 你我朋友一场 你不能让他杀我 你一定要救我呀 你们都出去 谈谈你的条件吧 上次已经说过了 让我带他回去 我需要时间去说服大王 我已经给了你们两天时间 再给两天 一天 好 一天 我要和太子殿下住在一起 你还有什么条件 兵舍有我的卫士守卫 不许韩国士兵再进兵舍 好 我答应 你怎么搞成这样子 是微臣无能 你也太笨了 比猪还笨 请大王出发微臣 看在你多年服作寡人的面子上 这回就饶了你 起来吧 谢大王 立刻召申大夫司马大夫进宫 遵命 太子殿下 还疼吗 不疼了 太子殿下 真是太对不起你了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 你这不是迫不得已吗 庞将军 你说这韩王能放我们走吗 应该能啊 你们说寡人该怎么办 大王 左道夫当初就不该自作聪明 用什么美人计 如果当初直接回绝魏国的要求 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了 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 你说说现在怎么办 我还是那句话 不理睬他们 不理睬可不行啊 庞聪已经在太子殿脖子上来了这么一下 你没看见鲜血直流 太子殿当场就昏过去了 他不是没死吗 这回没死 下回庞聪一定会杀死他 他不会 他是在威胁我们 他真的杀死太子殿怎么办 寡人召你们来是让你们想办法 既不能让太子殿死 也不能让他走啊 大王只要不理睬他们 太子殿既死不了也走不了 那他死了呢 微臣陪他死 你这是废话 你死了他能复活吗 司马大夫 你有什么好主意 大王可派兵包围兵舍 逼庞聪放人 庞聪不怕死 逼也没用 我的目的不是真的让他放人 如此一逼他若真的要杀太子身 必然动手 如果是假的也将真相大败 庞聪要真的杀太子身呢 庞聪不会真杀 寡人没有问你 司马大夫 庞聪要真杀太子身 那怎么办呢 微臣想单独禀告大王 你们可以回去了 微臣告辞 微臣告辞 庞将军 怎么办 太子殿下不必慌张 我自有办法 站住 站住 别动 庞将军 把太子身交出来吧 这么说 汉王不同意太子殿下 跟我回去了 是的 你可知道 他若不回去 我就要杀死他 左大夫已经跟我们说过了 干什么 我们是来要人的 不是来厮杀的 把兵器收起来 庞将军 你也收起来吧 我的剑与他们不同 我是来执行寡君之命的 庞将军 你 太子殿下 不要怪罪臣下 是韩国人逼我杀你 我不会放过你 我不会放过你 吴将军 太子殿下 你可以带走了 慢 来 吴将军 他还没有死 你还不能把他带走 你 庞将军 剑下留人 剑下留人 哪 谁让你们来的 是左大夫 左大夫无权调动军队 他说是大王的命令 他是假传王命 王命在此都退下去 是 好 庞将军 大王已经答应 让太子殿下回国了 太医 赶快抢救太子 慢 你骗不了我 汉王不会转得如此之快 庞将军 不是大王转得快 是 好 先救太子 我一会儿再向你解释 庞将军 我不会欺骗你的 如果太子生死了 对我们韩国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你如果再骗我 我还可以再杀他 快快快 谁 对 司马大夫 我看还来得及 来呀 搬个忙 抬下去 是 司马大夫 到底怎么回事 是 庞将军 事不相瞒 左大夫 是孙并安插在韩国的一个奸细啊 奸细 有证据吗 孙并在韩国时候就收买了他 他还答应在齐王面前 举荐他做相国 左大夫一直窥视韩国相国的位置 大王一直没有答应他 他对此耿耿于怀 所以投靠了孙并 哼 投靠孙并 没有好下场 庞将军说得很对 对于太子生回国一事 左大夫一直从中做改 哦 他说 魏王后根本没病 是庞元帅想借口要回人质 在禁犯韩国 他说谎 我知道他是在说谎 他的目的 是想离间韩卫两国 让我们兵戈相争 使孙并渔翁得利益 你们为何迟迟没有发现他的阴谋 哎呀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 左大夫为了名利 会出卖韩国的利益 多亏 庞将军这次奉命来杀太子身 大王感到 事情定有蹊跷 便让我暗中查访 终于发现 左大夫投靠孙并的证据 对 左大夫见事情将要败入 就假借王命 调军队逼杀太子身 哎呀 幸亏我早来一步 否则 我们对庞将军 就忧寇难辩了 韩王打算如何处置左大夫 处死左大夫 立刻派人 带左大夫的尸体 随将军同王魏国 向魏王请祖 如果是这样 我可以相信你们 韩国人自作聪明 叔父 我们何时进攻韩国 你派人回告韩王 就说大王对孙并收买奸细 离间韩卫两国关系非常气愤 决定清卫国之兵讨伐七国 好 叔父的意思是先麻痹韩国人 没错 司马大夫 你的计策成功了 魏王准备亲其魏国兵力讨伐七国 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大王不但可以高枕无忧 还可以隔岸观火 对 隔岸观火 坐收余力 父王 儿臣愿随庞元帅一同讨伐韩国 你身体尚未康复 不能去 儿臣的身体已经康复了 昨日儿臣与庞元帅涉猎一日 没有丝毫的不是 涉猎不比征战 征战随时有生命危险 儿臣不怕 儿臣在韩国已经死过一次 儿臣再也不怕死了 你不怕死 为父为你担心 这次让你去韩国做人质 为父就非常后悔 儿臣知道父王疼爱儿臣 但父王想过没有 如儿臣无功于魏国 父王百年之后 儿臣如何使朱公子大夫 臣服儿臣呢 你想得很远也很对 世儿 这番道理不只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是庞元帅告诉我的 魏国有庞涓乃祖庙之幸啊 我们进攻韩国 孙殡若要救韩 还会用唯卫救赵那套把戏 你留在大梁与他周旋 不论伤亡有多大 也要拖下去 我们要在魏国的土地上 与他建议高低 这儿明白 我走之后 你想办法让钟离秋回到齐国 叔父是不是担心我被他 不全是 自从上次叔父说过之后 我再也没去找过钟离秋 以后也绝不会再与他来往 让钟离秋回到齐国 主要不是担心你 钟离秋是孙殡的奸细 我这样做是反奸计 让他把大梁空虚的消息告诉孙殡 使孙殡唯唯就寒 更坚决一些 叔父如何知道他是奸细 是你告诉我的 我 我没有啊 上次贾公子冯错的事 你虽然不承认 但是我知道 是你把消息告诉了钟离秋 然后齐国就知道了 叔父 叔父 我不该欺骗你 庞从啊 人不能没有情 尤其不能没有男女之情 但是男女之情最容易使人丧失理智 一个百姓如果失去理智 丧失的是他自己的利益 一个商人如果失去理智 丧失的是自己的金钱 你作为一个将军 如果你失去理智 丧失的是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乃至自己的国家 我明白了 叔父 我明白了 你 苦肉计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四计 此计的意思是 用看似违背常理的自我牺牲 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 庞涓用此计骗过韩国君臣 使太子深得以离开韩国 与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隔岸观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